大家猜猜我現在在哪裡 其實我現在在湖灘的中間 現在是潮水嶼 所以我們走到出來很出逆 照看潮水嶼 我想已經到我這裡了 現在我們看到這條喉 就是他們養殖牆水面所說 將海水,很乾的海水抽進去 給他們養殖牆時種蠔苗 在藍色的帆布裡面 將會放蠔苗進去養殖 他們怎麼做呢 首先他們將用過的蠔殼 放在這個籠裡面 然後等潮水漲的時候 潮水到藍色的膠布 就會散起像一個泳池一樣 然後放蠔苗進去 蠔苗就會自己油到進去 在殼裡黏著 然後再養一段時間 然後就可以把蠔殼放進籠 然後再放進海裡 大家不要以為他們要進這個野生森林 找阿凡達 只是因為攝製隊要開車去到蠔田 而進入這個蠔田之前 首先就要經過這999艘船 而且還讓我們發現一個 一望無際的Fanny Bay 蠔田 而進入這個蠔田之前 攝製隊就要穿著水箱 看來這次要慢慢走才行 哇 鮮味逼人來 鮮味逼人來 對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一聞來 豪氣十足 就匕味蠔 其實這裡我們看到 是Fanny Bay養殖場 大概有二三十畝地 就是來養這個 我們平時打火鍋用的桶蠔 在這邊 就是桶蠔養的方法 他們首先用蠔苗放進去 之後 就用這個海岸的潮水障退 他們就在潮水障退 裡面有些食物來養他們 全天然 據負責人說 時間比較長 大概要養兩至三年 看來Chris這次的任務很艱難 不過身為一個金屬式山蠔的Chris 當然 不怕啦 如果你們在拍攝的時候 看到很多小蠔都在走 那些蠔是一種的敵人 蠔和蠔 他們進去 他們去吃他們 就像星星魚 他們是一種的蠔 所以你們看到 有很多人在走 蠔其實幫助地 把蠔放進去 所以他們在地上 把蠔放進去 那些蠔 讓蠔的工作更容易 而Chris就隨手撿起兩隻蠔 說要教大家 如何選蠔 是最好 這個蠔 蠔是很乾淨 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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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蠔 蠔的 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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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員 他的名字就是Brian 不如讓他介紹一下這裡的蠔田吧 好 現在Brian想介紹一下這個蠔田 究竟是甚麼回事 由Brian說好嗎 我們這處就是這個很小的地圖 我有幾樣東西可以展示給你們 例如這隻蠔 你看到當它成長的時候 是被蟹鉗了一個洞 鉗了洞之後 它們就把裡面的肉吃光 那變成就沒用了 那譬如你看看這隻蠔 這個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當兩隻蠔 它們在很小的時候 它們黏在一起 那變成這個蠔 我們本來是用來做這些single 是在Crystal蠔巴那些可以賣的 現在就行了 那變成這些蠔 將來我們將來拿來拆蠔肉 但是這個single 還有多一年左右就會成長出來 另外你看到你們這麼多空的殼 你看到這些殼 當你擠了一年兩年的時候 它自己會化了 它自己化了的時候 變成在這裡溶了下去 可以說是recycle 是環保的 好 現在我們同樣負責 Brian他負責現在檢查蠔的品質 不如Brian試試一下 我這裡就pick up一隻蠔 然後我就盡量 我喜歡在下面開多 那下面一開的時候 我通常就在兩點鐘這處 我們將它的股膚 我都盡量了 蠔很漂亮 蠔身很漂亮 尤其是如果說天熱來說 這個蠔就算是OK的 在這個時候 很肥 但是這個時候 有時候的蠔就會是散春 對 散春的意思就是 它已經成長了 一到天熱的時候 它就可能會軟一點 這隻蠔你看到 是比較軟一點的 所以有時候人們說 是不是天熱不好吃蠔 那未必是一定的 因為尤其是我們Fanny Bay 我們有這麼多蠔場 不是各個地區 蠔都會同時散春 所以我們去拿蠔的時候 我們就會選擇 哪些蠔沒有散春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些地方拿蠔 通常都是同一塊地方 會出現任何問題 都很難說 通常是 譬如在這一畝兩畝地的雪 它如果是散春 多數是全部都是那個區山 另外 什麼時候會令到它散春呢 它通常是天熱的時候 它就成長了 那它有它所謂的溫度的上落 它們就會散春 那散春會是怎樣的樣子呢 散春呢 你看到它就有一點點 它們所謂的Milky 就是比較軟一點點 或者是蠔 這樣的時候 蠔吃下去的味道就不同了 就淡一點了 應該會比較淡一點 真的忍不住了 再來一次 Sak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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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吃蠔的人呢 一定要來Fanny Bay看看 哇 我愛這個 杭花 大小小小小 瘋 溫 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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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Fanny Bay的蠔田除了有蠔之外 我們還發現另外一種海鮮 它就是蜆 究竟蜆又可以分成有多少種呢?